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3.75代表的是什么 老玩家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梦幻西游这款老游戏 自2003年年底开始公测以来 陪伴我们已经走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 在梦幻西游早期 聪明的玩家们已经知道 一样的召唤兽有着不一样的成长率 而3.75正是玩家梦寐以求的成长 也是我们那时候所说的满成长 那个时候的宝宝界面是不显示宝宝成长的 我们只能够通过网站或者工具箱来进行计算 那时候 当我们用66洗出一只3.75成长的芙蓉仙子时 绝对是要满世界炫耀一番的 直到2007年5月份 官方在维护中 首次增加了宝宝成长的显示 而且官方的显示方式跟以往的玩家算法不一样 我们的算法 相当于在官方显示数字上乘以3 从此 3.75这个数字渐渐远离我们 只有老玩家才知道 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如风是个怀旧的人 至今我还带着曾经的芙蓉仙子 这本高西写 我记得是85剧情拿的 芙蓉仙子 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经典的宝宝 在那个大雪天 第一次带上芙蓉仙子的感觉 我至今还记着 我相信那份关于3.75的回忆 依然会深深地埋在大家的心底